接着带你来看到由花莲县政府指导 花莲县文化局与玉里镇公所共同主办的 2024玉里一起玩及儿童艺术节活动 21-22号在玉里镇民广场隆重登场 县长徐正为到场与民众来同乐 活动汇集了来自日本和韩国的国际表演团队 为玉里镇及周边地区的居民带来视觉的饗宴 县长徐正会展现妈妈的亲和力 与现场小朋友热情互动 一起体验互动式设备 他感谢中华民国街头艺人协会 长年的跟花莲县政府合作 将许多的艺文活动带到玉里 希望所有大小朋友都能够享受这两天的精彩演出 每一年都来玉里对不对 我们打玉里的品牌是什么 玉里一起玩 所以千万记得这是一个系列型的活动 我们都希望很多的艺文活动 带到我们的玉里来让大家共同来参与 而且很多都是互动式的 另外玉里镇艺文中心证监工程将在年底前完工 11月也将会举办2024太平洋 法里巴里岛屿南岛音乐节 希望能够让玉里有更多艺文活动 提升在地文化品味 为玉里注入更多的文化元素 这次连续8场在花莲 现在也正在进行当中 明天下午从4点 6点 7点 一共3场 我们玉里的乡亲可以上去看好不好 花莲圈文化局持续推动艺文评权 致力在缩短城乡文化差距 今年儿童艺术节已经在秀林寿风复礼 以及光复箱主行 吸引了超过千名小朋友参加 玉里一起玩活动 与儿童艺术节的压轴演出 为玉里镇带来全新的国际艺术体验 记者高双双玉镇采放播动